就是这个康熙帝 因为他的童年的命运 跟西洋人有这么大的关系 他心里默默的觉得西洋人是可爱的 他身边呢 还有一个得力的外国大臣 叫南淮人 这个南淮人啊 非常擅长的天文地理和测绘 所以他在青天间工作 康熙在东旬的时候 南淮人也跟他同旬 一路上做了很多地质勘探和测量的工作 特别受康熙赏识 咱们看到的这个康熙朝地球仪 应该就是出自他的手臂 为什么呢 他上面的定名翻译 跟他做的一本书叫《昆虞图说》有关系 这个昆虞什么意思呢 就是世界地图 非常的细致 包括甚至还有北极 他说这个北极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包括地名翻译很有味道 当时在北美洲最西边的一个地方 叫加里弗尔尼亚 就是美国的加州 California 跟咱们今天翻译的加里弗尼亚是一个地方 他也是康熙的老师 这个南淮人 康熙读的第一本集合学的教材 就是南淮人编写的 所以康熙 他对这种西方的测绘工具 钟表机械 科学技术 都非常感兴趣 他还经常下旨 所以如果在当时的广州港口 看到了懂天文弟弟的老外 或者是这些外国的奇货 可以拉到北京来给我看一下 我们之后会说到 康熙和雍正一样 都不是自己父亲最喜欢的孩子 但是能继位说明有本事 特别是康熙 他的政治能力很强 在他在位的六十年之中 做了好多的实事 比如说修缮水利工程 疏通河道 这些东西都是立国立民 千秋的大事情 能够完成这些水利工程 跟他对西方科学 对测绘物理数学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 所以康熙在他身上 学好数理化 真的比他的好爸爸管用 可惜呢 康熙也把像火器武器这样的 比较危险的西方科技 隔离了 不让民间去接触 特别是他后面的皇帝 更是继承了他这种不安全感 后面的皇帝都特别不行 尤其是他那个孙子乾隆 这个乾隆反倒是有个好爸爸 但他最不管用 乾隆也特别的喜欢西方的钟表机械 也喜欢这些火器科技 但是呢 他只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宫廷玩具 玩完了之后 就放到仓库里面去落灰 咱们看到的这个康熙朝地球仪 也跟着一块落灰 整个大清国都跟着一块落灰 没有去拥抱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步一步的堕落到鸦片战争之后 那种殖民地的状况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说这个地球衣就知道了 哦 这个地球衣背后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 它能见证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 它能见证康熙时期那种开放的中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 我们还知道宫廷器物它有宫廷特征 底下的这个紫檀木的收藏价值绝对是不菲 如果你能有机会有幸运 在古董行或者在民间发现这样的文物 哇 你就董行了 你知道这个绝对是宫廷造办的好东西 那我们就更知道了 康熙他通过开放回报 去拥抱西方的先进技术 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英明的君主 他的数理化非常的过关 能够治理好国家 其实呢 治理盛世除了文质以外还要有武功 康熙除了数学好以外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英武善战的皇上 温度医生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